工作也非常快 从曝光到登陆正式服也不过半个月时间 上次红蝶刚登陆共演服的时候 一堆人说好强 昨天又有人说好弱 为了避免大家浪费见损 实战书找了一些资料和别人试玩的内容 简单分析下红蝶的优缺点 看看值不值得花钱买吧 先来看看红蝶的被动 三项之身 游戏刚开始的红蝶就是美人项 移动速度快 恐惧范围非常小 虽然装有点浓 不过还是很漂亮嘛 美人项的红蝶只要攻击 使用技能打篮板子翻柜子 就会立马戴上面具 变成斑弱像 带来的效果是恐惧范围变大 移动速度降低一些些 红蝶的最后一个形态有些特殊 无论是在美人项还是在斑弱像的状态下 红蝶对求生者注视面部 就会呈现金黄状 移动速度变得最慢 其实这里用注视有点不对 红蝶只要和求生者面对面 就会娇羞的用扇子遮住脸 所以就算是看不见东西的盲女 和红蝶对视时也会触发到金黄像 一般来讲红蝶在追击的过程中 都会保持斑弱像 想要变回美人项 只要保持不攻击不放技能的状态 追着人也没事 这时候屏幕中间的面具就会慢慢消失 等面具不见后 红蝶就会回到美丽动人的模样 接下来是红蝶的两个技能 刹那生命和离破遗魂 刹那生命开局就可以用 只要视野范围内出现求生者 并且背对红蝶 红蝶就可以快速飞向求生者 离破遗魂需要存在感 达到一阶后才能用 效果很简单就是上天 红蝶撑通后视野范围会扩大 发现求生者就可以使用 离破遗魂超远距离追击 嗯 一刹片这两个技能名 总觉得自己好中乐啊 离破遗魂 刹那生命 哎呀 中乐 不过在冲刺的过程中 求生者如果转头面对红蝶 红蝶就会因为变成金黄状 而停在原地 所以求生者碰到红蝶 最好的办法就是 时不时看他一眼 但是离破遗魂CD非常短 并且可以无视地形直剑 飞过窗户木板栏杆等障碍物 所以红蝶追尼时 最好别去找什么无敌房哦 当然没有监管者是无敌的存在 红蝶飞上天势很酷 可是求生者只要看着红蝶 或者不出现在那视野里 红蝶就无法使用刹那生命 而且红蝶飞起来高度 其实并不高 所以会被空姐的信号弹给打下来 红蝶除了金黄像这个弱点以外 最大的问题就是手段 相比其他监管者的武器 红蝶拿的简直是指甲刀 就算飞到人后面立即攻击也打不中 需要蓄力或者跟一两秒再出手 整体来讲 红蝶还是个蛮强力的监管者 不仅逼着求生者提高对地图的熟悉程度 而且还扣着很多求生者的能力 比如说盲女 本来视野范围就小 又要回头又要考虑逃生路线 忙的要死 刚买盲女的估计都要哭了 还有前锋佣兵这种拥有重锋技能的求生者 你跑我肥嘛 最后是冒险家和魔术师 不管你是变小还是变霉红蝶 都可以看到你脑袋上面的图标 换成笑语打出唧唧呀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